音樂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要向各位同學介紹 飲食原則跟營養標準 那這是我們每個個體成長的模式 從在胎兒時期在媽媽的子宮裡 然後到出生新生兒 然後一路到成年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的成長 其實不是全身等比例的成長 我們在這個三歲以前 其實頭部的發育是最快的 那已經三歲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到了成年百分之八九十了 所以出生之後最多的成長 是我們軀幹的成長 你從這個比例可以看到 那成長的時候需要許多的物質 這個表格給各位看一下比較 通常新生兒的體重 在台灣的話大概平均都有3.2公斤 3200多公克 那一個成年男性 同學可以估量一下自己的體重 成年男性可能有70公斤 女性可能會有50到60公斤 所以這中間光是體重的增加 就有20倍以上 那這些體重所包含的內容物是哪些呢 我們有建構身體的蛋白質 還有儲存能量的脂肪 那另外骨骼的鈣質 造血的鐵質 我把這幾個身體含量比較高的不同的成分 那麼列出來給大家做個比較 你就會看到從新生兒在20年的期間 一個人需要累積的物質 其實有很多倍 你看最高的倍數呢 至少都有20 30 50不等 那這些物質從哪裡來 這些物質通通都要從我們的食物裡頭來獲取 所以這是學飲食營養很重要的部分 那所以這一輩子我們要吃什麼吃多少 現代人事實上是比以前富裕很多 所以我們能夠選擇的食物非常的多 但是也比以前煩惱很多 因為很多食物我們可能都不是一眼看得穿 那一眼可以認識 不過不管如何維持我們的成長跟健康 基本上在飲食方面就是問兩個問題 我到底要吃什麼 我要吃多少 然後呢 當我這樣吃的時候是不是足夠了 那所以飲食管理呢 基本上就是一直持續的在檢查這幾件事情 那整體來講我們要一個追求健康的話 我們在飲食方面就不需要追求一個整體的品質 那這個品質我們可以用兩個項目來說明 一個就是我們吃的食物的種類 到底是不是能夠供應各式各樣的營養素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飲食到底營養素充不充足 所以品質上面我們可以用兩個項目來評量 一個就是均衡的品質 當我們提到均衡的時候 指的是食物有沒有均衡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營養品質了 營養品質指的是我們所吃的營養素 到底有沒有滿足我們身體的需要 所以有均衡的標準也有營養品質的標準 那均衡的標準呢 平常我們用的最常用的就是飲食指南 好 他告訴我們食物的分類跟食物的用量 那營養品質的標準呢 有所謂的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他的英文說寫叫做DRI 那這裡告訴我們一般來說 每個年齡層不同性別的個體 對各種不同的營養素一天大概攝取多少量 可以滿足身體的需求 那要達到這些資料的話呢 我們需要有一個食品成分的資料表 或資料庫來幫助我們能夠取得這些資訊 所以首先要跟各位同學介紹的是 健康飲食的地圖 飲食指南就好像我們在追求健康的旅程當中 給我們的一份地圖讓你可以知道方向 還有知道怎麼樣子的去規劃跟安排路線 那這個飲食指南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台灣在2011年 由衛生署現在的衛生福利部 那發布了所謂的飲食指南 這個飲食指南跟過去的確實是很大的不同 那它是一個扇形的指南 而且在這個扇形裡面 它還加入了動態的指標 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現在裡面到處都有 騎腳踏車 街上也是 那這是代表要活動 要運動 然後有一個很少被提到的營養素 可是它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水分 那一定要攝取充足的水分 而不是飲料喔 那其他的食物類別呢 基本上我們就分成六大類食物 你可以看到在居中的是叫顴骨根莖類 那煤類的食物呢 都有它的建議的份量 多少是合宜或者是均衡飲食的一部分 那在顴骨根莖類的各位的右手邊就是蔬菜類 還有水果類 在左手邊呢就是鬥魚肉蛋類 然後有乳品類 而且特別強調低脂的乳品類 那還有一個很小很小的 看起來是紅色很小的面積的 那是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如果各位還熟悉我們舊版的飲食指南 或者是你從國高中小學的時候 學過的飲食指南的話 你會看到這裡的用語非常的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些食物的類別都有它非常獨特的意義 不是只是單純的一個只稱的名詞而已 那為什麼食物要這樣分類 為什麼我不能只挑我自己想吃的 或熟悉的就好 那這是因為每一類的食物 它的營養特徵 營養成分是各不相同的 它有它獨特的特色 所以換句話說 不是每一個食物都是完全的食物 可以完全的供應我們所有的營養素 那我這邊列出了對應六大類食物 大概一個營養素的比對 通常我們比對營養素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比對它的熱量營養素 然後再看看它有沒有其他的 保健性的機能性的成分 所以各位可以稍稍看一下 在水分方面 你會看到蔬菜的水分是最高的 高到什麼程度呢 至少90分 甚至有的會高到99% 也就是說100公克的蔬菜 它可能含99公克都是得到水分 那像這樣子的蔬菜 比方說各位常吃的 在西餐裡面的生菜沙拉 基本上就是99%的水分 那你也可以看到我們平常吃的米飯 大概就是55%左右 所以水分上面含量就不太一樣了 那油脂是完全沒有水分的 那各位來比較一下 如果我們看所謂的顴骨根莖類 比方說以白飯跟甘薯來做代表 你會發現它們其實營養成分還滿類似的 它們都是天然的狀態 生鮮的狀態 一般我們當主食來吃的狀態 不會有太多的油脂 那如果今天我們吃油飯 就會用烹調的方式使它的油脂增加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那個蛋白質類的食品 我們常吃的豬肉 還有營養豐富的雞蛋 那這都是屬於豆類、魚類、蛋類、肉類的食物選擇 那各位可以看看有什麼特點 這些蛋白質類的食物基本上都是有水分的 可是它們的糖類含量非常非常的低 不像主食類有大量的澱粉 然後這些蛋白質類的食物之所以歸為蛋白質類 是因為它們的蛋白質含量 真的是在各類食物裡面最高 通常也拌有比較多的油脂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蔬菜跟水果類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蔬菜跟水果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這樣的觀念 但是看一看數據會說話 蔬菜跟水果其實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它們的水分都很高 它們也都很低油 蛋白質含量也不高 它們都有比較高的碳水化合物糖類 可是水果類事實上是比蔬菜類要高很多 那如果我們這樣比對的話 你會發現水果類是比較像主食類的 比較像五穀類的 那接下來就是各位在一般超市的架上 會看到大排的沙拉油類 那我這邊特別把大家現在認為 比較健康的橄欖油列出來 其實所有沙拉油都一樣 它們都是純油脂 沒有什麼其他的營養素 百分之百的油脂 但是同樣歸類在油脂這一系列的食物呢 還包括有堅果種子 那你看看堅果類 我們拿台灣的花生來做比較 你發覺有什麼不一樣 有很大的不同對不對 因為如果它是一個完整的食物 堅果類 種子類 是未來要孕育成為一個新的植物的 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你會看到它什麼營養素都有 該有的都有 所以各類的食物它的營養成分是很不一樣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如果經過加工精緻的 它的營養素就會非常的單純 好 那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六大類食物到底我們需要均衡的搭配 是有什麼樣子的目的 那基本上它們所提供的主要營養素 會有不同的順序 顴骨根莖類以碳水化合物為主 那它是能量主要的來源 所以它提供能量建構組織 那如果是蔬菜類的話 它提供的是很多的維生素礦物質 這樣子的成分 當然也包括大家熟悉的膳食纖維 那這一類的成分 其實它是用來調節生理的 不太會用來真正的建構我們的組織 少數會用水果類 水果類實際上有相當的能量 那它也跟蔬菜類一樣有很多 這些保護性的營養素 然後鬥魚肉蛋類呢 它最獨特的就是提供優質的蛋白質 這些優質的蛋白質很重要 其實你現在看看自己身上 那麼我們的頭髮骨骼肌肉 甚至你的指甲 我們的身上其實是以蛋白質 來做組織建構的 所以這建構組織就是它的優先的功能 那有一些成分像很多的蛋白質 會形成荷爾蒙 那就有調節生理機能的作用 奶類是用來供應鈣質 這個獨特的成長 建構骨骼所需要的礦物質 所以它也是主要用來建構組織 那油脂種子類呢 事實上不要小看油脂 其實它會提供必需營養素 有必需脂肪酸 那這一類的脂肪酸呢 是有調節生理的作用 但是整個油脂這一大類呢 事實上跟主要是提供能量 所以不同的食物類別 它其實供應我們建構身體 還有維持生理機能 所需要的各種的材料缺一不可 那接下來我就跟各位同學介紹一下 各種食物類裡面的一些特色 那我們要注意的類別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每一類裡面都有它很有用的 分像的食品 好 我們先看顴骨跟金類 把顴骨放在這一類的自首 事實上就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從精緻骨類 那麼改吃較多的顴骨跟金類 那平常我們熟悉所吃的都是精緻骨類 我們白米 那這個骨粒的結構裡面呢 那個整個白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吃的白米的部分 骨粒是稻米的種子 它整體來講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可是那個孕育新的植株的部位叫做胚 所以你可以看到胚子是小小的一角 但是供應植物成長所需要的養分 整個胚乳是非常大的 那這個部分也就被人拿來當作食物利用了 所以我們的白米等於胚乳 你看看一顆骨粒 它其實是一個複雜的結構 外面有非常堅硬的殼可以保護這個種子 所以不會很快的就在自然界受到傷害 那如果我們碾製的時候 把胚跟胚乳留在一起的話 那這就是我們的胚芽米 它保存了胚 顴骨類指的是蔥米 也就是除了胚芽米之外 還要把米外面的一層薄薄的米糠層 能夠把它留下來 那最外層的那個很硬的骨殼 基本上我們是咬不動的 所以那個部分是一定要去除 那米糠是什麼 米糠就是果皮加上腫皮 它其實薄薄的一層 有時候我們不是很容易可以辨識的出來 那另外根莖類 根莖類跟骨類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根莖類你不會去精製它 你沒有辦法從乾薯去分離 平常吃的時候去把它做分離 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 因為我們知道有乾薯澱粉 有玉米澱粉 這些從骨類精製出來的澱粉 但是它通常不做我們日常的飲食來用 或用的不是很多 那這個圖給各位看一下台灣的稻米 我們有很多的品種 比方說這是台農67號 台農76號 它天生顏色就不一樣 76號的營養素比較多 它有比較多的杯好胡蘿蔔素 所以它的顏色看起來就有點偏黃 那不管是哪一個品種 你都可以看到這裡比對出來的 骨粒糙米白米的三種狀況 骨粒有硬殼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食用 但是要做食物的時候 一定要經過碾製 碾製的時候可以有不同的精裂的程度 好 那顴骨跟精製的骨類 真的營養不一樣嗎 那這裡給各位同學看一下數據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看熱量營養素 這個供應熱量的部分 你看起來會覺得蛋白質出脂肪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說不定你還會覺得出脂肪少一點 脂肪少一點 但是差異不大 差異比較大的是所謂的纖維 那它有各種不同的名稱 因為代表成分不一樣 不過你會看到一旦經過今年 白米的纖維值就減少非常的多 所以想要吃纖維的人 其實從顴骨類可以得到非常的多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維生素 這就是關鍵的所在 植物成長的時候需要維生素 所以它會製造維生素 所以胚裡面含量會比較高 那你看超米跟白米的話 維生素的含量差異非常非常的大 不管是米或者是麵都一樣 小麥經過今年 今年也是一樣 它的維生素的含量就大幅的降低 所以在我們需要充足的維生素的時候 顴骨類很有幫助 那礦物質呢 各位可以稍稍的看一下 在礦物質的部分呢 比方說像鐵啊 芯啊 這些成分 基本上會稍稍的有一些流失 所以我們看到經過精緻之後 白米損失最大的是 這些維生素的成分 那所以顴骨類作為我們日常的主食 多吃一點 你就自然多獲得了一些營養素了 那顴骨根莖類有哪些呢 五穀類所有你看到的 你能夠聯想到的穀類的植物 那我們的米類 然後麵類的製品 還有現在很流行的 各式各樣的穀類都到台灣 然後都是我們平常在用的 有玉米的 有燕麥 還有五穀米 十穀米等等的 各式各樣都是種子類的 這個骨粒的這樣子的成分 那根莖類呢 各位常吃的可能是馬鈴薯 那這是西方人的主食 那我們台灣人呢 中國人呢 我們有芋頭 有甘薯 然後有蓮藕 這些 不過一般來講 根莖類在我們的飲食裡面 常常是作為配菜 也因為我們的飲食習慣 各位要稍稍留意一下 當你在吃這些 你認為是配菜的東西 它其實是跟吃飯一樣的 那有一些種子 它的澱粉質含量高 我們也是一樣 要把它歸在顴骨根莖類裡頭 那比方說紅豆 綠豆 這些吃起來 其實是澱粉質含量比較高的 那菱角 蓮子都是一樣 好 第二類是所謂的優質 蛋白質類的食物 那你必須要把它分成四大類來看 四種 四大類的食物 把它歸成一類 其實豆特別指的是大豆 黃豆 這樣子的 大豆就是黃豆 那事實上我們看到的黑豆 青豆 也是大豆的品種 全世界大豆的品種 事實上是上百種以上 那我們用來吃的部分 事實上是比較有限 然後很多的大豆的加工品 所以我們華人喜歡的豆製品類 都是大豆的加工品 那這非常有道理 是因為大豆的蛋白質 幾乎可以比美動物性的蛋白質 所以這是術食者最重要的蛋白質的來源 然後再來就是動物性的蛋白質 有魚類 有加禽類 有加醋類的這些製品 包括他們的肌肉的部分 就是肌肉的部分 還有內臟類的製品 那接著還有就是蟲肉 或者是內臟 甚至是血液 那衍生出來的加工品 好 那還有一類很重要的是蛋類 蛋類是這些家禽他們的 孕育新生命的這個組織 那雞蛋鴨蛋 還有鵪醇蛋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在食物裡面會取得的 這幾類食物它都是供應蛋白質 雖然把它通通歸在一起 但是不表示我們每一餐或每一天 都要把這四類東西吃的 都完全都要吃到 那這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的便當常常裡面有個雞腿 有塊豆乾 可能還要半個滷蛋 把這些所有的蛋白質類 通通都加在一起 其實把它寫在一類的意思是說 它們其實可以折衣而食 可以互相取代 而不是一次全部都要吃到 那這是這類的食物要特別注意的 因為如果我們解讀錯誤 就會很容易攝取過量 蔬菜類 蔬菜類正好相反 我們把它歸成一類 我們覺得吃高麗菜 跟吃地瓜葉差不多 但實際上不是 蔬菜類你反而要講究一點 它裡面暗顏色可以加以區分 深色的蔬菜營養價值比較高 那深色包括什麼呢 不管是深綠色 深橘色色 深紅色都可以 那各位可以從顏色一看就知道 因為這一類的蔬菜 從它的顏色就已經表現 它有大量的維生素 然後還有許多的礦物質 接著我們攝取很多的是淺色菜類 其實有人做過觀察 一般人尤其是從小到大 我們比較愛吃的是那個味道很平淡 沒有什麼特殊風味的白色蔬菜類 那淺色蔬菜類呢 它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營養成分 不過在營養的供應上 你還是要優先選深色的 然後再來就是有很多的蔬菜類的豆類 比方說 菜豆 四季豆 豌豆 毛豆這些 它是豆類 我們拿來當把它使用的時候 那麼作為蔬菜的功能 那還有菇菌類 各種的菇類 那除了陸地上的栽種的陸地植物之外 還有海產植物很重要 海產植物基本上是我們 提供點很重要的食物的來源 水果類也是一樣 不能把它全部當作一類 我們常常覺得吃哪個水果 天天吃一樣的水果就好 但實際上不是的 水果類它其實有不同的營養的特質 維生素C高的 那像柑橘類這非常的有名 可是台灣特別有的是加拉 芭樂拉 或者是聖女番茄 小番茄這些 都一樣是可以提供豐富的維生素C 然後很重要的是葉酸 不是所有的水果類 它的葉酸都含量很高 但是如果葉菜類 你從這個名稱就知道 蔬菜含葉酸會比較高 那高葉酸呢 舉個例子來講 蘋果就沒有什麼葉酸 柳橙就比較多葉酸 一個人如果習慣喝柳橙汁 那麼它的葉酸會供應比較多 如果只吃蘋果的話 你把它換成柳橙汁的時候 或是換成柳橙的時候呢 就可以增加葉酸的攝取量 那另外呢 也是一樣可以用顏色來區分 我們有高胡蘿蔔素的水果 通常都是比較帶橘色的 比方說木瓜 芒果 哈密瓜 還有杏 Apricot 這樣子的水果 那另外有高茄紅素的水果 從名字上面番茄 就是很典型的茄紅素最多 那西瓜也是 那再來還有各式各樣的其他的水果 我就沒有在這裡列出來了 各式各樣的水果都可以提供你 五鹽六色各種植化素的成分 那特別要說明的是我們會把純果汁 就是不是調味性的 加香料加水稀釋過的這種調味果汁 完全就是純果汁的這樣的形式 也歸在水果類裡面 但是特別要注意的是 純果汁沒有膳食纖維 所以它其實不能等同於真正的生鮮的水果 那不管吃多少喝多少 通通都只能算水果裡面供應一份而已 這是在量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打的折扣是非常大的 好 那乳製品呢 乳製品現在的種類非常非常的多 它其實可以按照營養來分類 我們營養分類上面就是脂肪的含量 有全脂鮮奶 那很香 很好喝 可是它的油脂最高 就是乳汁裡頭的所有的脂肪都保存下來 然後有低脂鮮奶 還有脫脂鮮奶 那基本上它們的能量會不同 油脂的含量也會不一樣 會乳類的油脂 因為它是動物性的脂肪 所以它的飽和脂肪會比較多 那這一類的脂肪我們會設法少吃一點 那另外我們可以用加工的形式來分類 水分多的 像鮮奶 發酵奶 通常食物裡面一旦水分高 營養素一定會被稀釋掉 你吃水分少的營養一定比水分高的 營養素要來得多 但是水分少就是濃縮的形態 所以你吃少量就可以有不少的營養素 所以像這裡的話 我們平常所用的起司 甘酪等等 都是也是乳製品加工的形式 那這些甘酪也一樣的 可以按照脂肪來區分它的含脂肪量 那還有薄酒奶 薄酒奶跟鮮奶不一樣 這是因為薄酒奶是經過高溫殺菌的 但是它的營養成分其實是類似的 還有另外一種用加工的方式 那鮮奶水分那麼多 保存起來體積很大 所以不方便長期的保存 那食品加工就把水分去掉 所以我們會有乾粉適應的奶粉 那吃的時候我們再把水加回去 那泡起來還是跟鮮奶一樣 好 這邊我們來說一下油脂跟堅果類 那堅果類呢 各位很熟悉了 這是我們常用的零食 比方說過年的時候要吃瓜子 我們知道現在不只是過年了 我們平常已經推薦大家 能夠多用一些堅果類 那堅果類之外呢 油脂的部分 我們可以分成通常油脂使用的時候 都已經是加工過了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沙拉油類 那用來做烹調或者是用來拌沙拉 所以沙拉油呢 你可以按照它的來源 分成動物性跟植物性兩種 最大的差別是在於動物性的油脂 含有膽固醇 植物性的油脂就沒有膽固醇 那這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如果今天有這個掺杂的現象的話 那麼就像最近檢驗稻米一樣 是完全可以清楚知道 素食的油脂裡面說是 全部是植物性的來源 不應該含有膽固醇的 那簡單的講也就是說 即使在沙拉油精製的過程 膽固醇還是會留存在油脂裡頭的 好 油脂呢 我們會按照它的脂肪酸的種類 來做區分 所以我們知道有飽和的油脂就是飽和的 脂肪酸比較多 主要以飽和的脂肪酸為主 不飽和的油脂呢 就是以不飽和的脂肪酸為主囉 那不飽和的脂肪酸還可以再區分成三個系列 我們稱它是N3、N6、N9 或者是Omega3、Omega6、Omega9 那這告訴我們說 其實不同來源的油脂 它其實裡面的主成分 也是一樣會有一些特性 我們會在油脂的部分再做詳細的解說 那基本上我們有把動物性油脂 跟脂肪酸的種類 或者是植物性的油脂 跟脂肪酸的種類完全對起來 是因為過去我們可能以為動物性的油脂 都是飽和度比較高 那這沒有錯 可是動物性油脂也有不飽和度很高的 就像魚油 那植物性的油脂呢 我們以前都會以為說 它都是比較不飽和的 這也沒有錯 這是一個通折 大致上可以適用 可是植物性的油脂也有非常飽和的 就像我們吃巧克力 可可油 或者是棕櫚油 這些都是非常飽和 基本上跟固態的豬油是一模一樣的 你看它的固體 看它的形態 好 所以油脂類呢 你就要 也是要做一些細分 有動物性的飽和油脂 有植物性的飽和油脂 還有單元不飽和油脂 它其實來自非常獨特的油脂的來源 像橄欖油 它基本上就是單不飽和的 非常非常的多 那多元不飽和油脂呢 事實上植物性的油脂含量會比較高 然後N3油脂呢 主要會是在魚油 深海魚 不是所有的魚都有 但是呢 像黃豆它的油脂 也同樣會含有一些N3的脂肪酸 好 所以每個國家都會提供給它的國民 有一份健康地圖 那就像你出去旅遊一樣 到日本要日本的地圖 你到美國要美國的地圖 在台灣要台灣的地圖 健康尤其是跟我們 個人的體質種族有關係 我們的飲食有自己的習慣跟文化 所以這裡給各位稍稍看一下 像這是一個健康餐盤 用盤子來進餐的民族 這是英國的 那它特別就是在周圍 用不同的顏色來強調 哪一種類的食物要多一點呢 主食類 對不對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五股跟精類的 全股跟精類的食物 然後呢 蔬菜跟水果 我覺得歐美國家比較特別 他們常把蔬菜跟水果放在一起 為什麼 其實這就很清楚的反應文化 不是文化 是地理環境的不同 你知道台灣很特別 我們在亞熱帶地區 我們有很多蔬菜很多的水果 但是歐美國家他們在溫帶寒帶地區 事實上蔬菜很少水果也很少 所以這一類的食物呢 就可以combine一起 一起來算 不然就不夠了 好 接下來各位看一下 這是日本的飲食指南 有凍的感覺要放進去的 這個指南也非常的新 你請同學稍稍的看一下 這個各類食物是怎麼安排的 什麼要多什麼要少 好 這是中國的寶塔膳食 膳食寶塔 那這是美國最新的 也是差不多在2011年發布出來的 一個非常應用性的健康餐盤 那都可以看到不同類食物的分配 所以飲食指南是針對食物如何安排的均衡 均衡不是平均分配的意思 不是每一類食物都吃一樣多的意思 好 所以如果我們要實踐健康的飲食的話 我把它歸納成有這樣的七大項 看飲食指南 看地圖你就知道 每日飲食一定要以植物性的食品為大中 不管你是吃顴骨跟筋 還是蔬菜加水果 這個絕對都是至少占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看我們對飲食習慣 然後動物性的食品就是那個比較少的 或者是四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一而已 各類的食物之間不可以互相取代 最好不要 除非我們碰到颱風天 不然的話千萬不要說我不吃蔬菜 我就專吃水果 這是不健康不均衡的吃法 然後熱量的分配 在我們談飲食指南的時候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維持健康體重 所以總熱量的攝取 一定要跟自己的體重之間 有仔細的觀察他們之間的關聯 那要讓它能夠非常平衡 就需要一個動態的生活 然後食物攝取應該節制 不要過量 寧可七分飽 不要吃到飽 那主食類的食物一定要選擇 油脂含量低的烹調形式 我覺得在台灣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就是 小時候只有特殊節慶 重大喜事才會吃油飯 可是後來就不一樣了 小學的營養午餐 一個禮拜沒有吃幾次油飯的話 小孩子就不滿意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油脂的攝取 在我們富裕的時候會增加多少 那最後要說明飲食指南不是給大家壓力的 就像你排旅程一樣可以靈活運用 但是總是要走對方向 走錯了就要趕快調整回來 所以一天盡量的追求平衡 如果你能夠做到每一餐都均衡 那就毫無問題 可是至少一天跟一周圍單位 好 所以有關飲食指南的部分 我就先解釋到這裡 有了地圖要規劃健康的行律 就要有比較精準的做法 所以我們健康飲食要實踐的話 你需要有個人化的均準的劑量 均就是各類食物要分配好 准就是各類食物 現在我們要有量的觀念 剛才同學所問到的到底怎麼去算量 除了我們用體積來做行為上取食的標準之外 我們有非常精準的數字的參考 那在我們的飲食指南裡面 除了扇形圖以外有這個熱量跟食物分數的對照表 那熱量的部分它從1200大卡 大概每隔300大卡就提供了一個數值 跟它對應的六大類食物 還有分項食物的這個建議的分數或建議的攝取量 比方說應該是五穀根莖內要吃多少碗 那或者是乳品要喝幾杯 那不同的熱量數字主要是方便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男性需要的熱量比較高 他可能可以選擇2200大卡 女性需要的熱量本來就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選擇1500或1800 那這是一個參考數值 顯然不會每一位同學 即使是相同的熱量都要吃得一模一樣 不過在這個資料裡面呢 你大致上來講可以看到幾個特點 第一個乳品是在我們的飲食指南裡頭 是建議大家都要列入考慮的 蔬菜跟水果呢 至少也都要三份蔬菜跟兩份水果 即使是熱量攝取低也要達到這樣的標準 那鬥魚肉蛋類還有顴骨跟筋類 就看熱量的需求 特別強調的是每天一定要有一半的食物來源 是顴骨跟筋類的 在主食類的部分 好 那這樣子的分配比例是有什麼要求 或者是有什麼標準呢 第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除了總熱量之外 還需要分配三大熱量營養素的比例 澱粉要多少 油脂要多少 跟蛋白質的多少 所以這裡是至少一半的碳水化合物 然後蛋白質呢 最高可以到20% 那這個都是熱量的比例 也就是說你不能說我今天要1600大卡 那我愛吃肉 我就通通給他用肉來供應熱量 這樣子並不健康 全部都用蛋白質跟油脂來供應熱量 其實並不健康 那油脂的比例呢 原則上已不超過30%是符合健康的 那所以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如果今天是以1600大卡來算的話呢 那我們糖類大概要200多公克 蛋白質可以吃到60克 然後油脂可以吃到45克 如果今天我們的熱量需求 增加到2000大卡以上 你可以看到每一類的熱量營養素 都會比例的增加 所以這是總熱量之下要調節三大熱量營養素的比例 那這些食物怎麼去換算或者是估算呢 有一個所謂的食物代換表 那這是營養師專業人員 基本上在為大家設計菜單的時候 設計一日飲食的時候 所用的一個參考數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奶類的話 分為全脂、低脂、脫脂 它們每一份就相當於一杯 它的熱量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蛋白質的含量其實都要 都是維持一樣 但是脂肪的量不同 糖類的量也是維持一樣的 所以油脂的差異就帶來 我們乳品熱量很大的差異 那雞蛋的話呢 平常一個中型雞蛋 意思就是Saven裡面賣的茶葉蛋 那樣子的大小 它也是一樣 它會供應固定的蛋白質的量 然後有脂肪量 可是沒有糖類 那它的熱量呢 一顆大概就是75大卡 好 這個豆魚肉也是一樣 它的油脂含量會不一樣 所以分低中高 各位都可以看到 這一類的蛋白質類的食物 它提供的蛋白質基本單位 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也是 這是一個沒有糖類的食物 所以油脂的含量 從非常瘦的肉到這個油花 非常充足的這樣子的肉品 它的熱量差異可以差到一倍 可以差到一倍 那顴骨根莖類呢 主要提供糖類 所以你看糖類的含量非常的高 是所有食物裡面 就是除了奶類以外最高的 還有水果也是 那蔬菜類呢 是所有的食物裡面 大概熱量最低的 那這是一個基本單位 就像我們的就是一個基本單位 來作為你要多吃幾份的時候 那就要乘上我們所選擇的份數 然後水果類呢 很清楚的 你可以看到它跟顴骨根莖類 其實是非常相似的 水果類裡面蛋白質非常的少 我們吃米飯還有蛋白質 吃水果的話基本上就沒有什麼供應 蛋白質的這種作用了 那油脂類完全就是純脂肪為主 好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代飯表 可以拿來呼應前面的這個資料 當我們得到想要喝一杯牛奶的時候 那麼如果選低脂 它會相當於1.5份是供應多少的大卡 好 那這樣的數字怎麼去應用呢 我就提供了一個表格給各位同學看 一來可以看到不同類食物它的選擇 二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不是天天都不能變化的 好 這是以一個1600大卡的熱量 來設計的一日的飲食 那這樣子的熱量差不多是一個成年女性 像你 像我 可能平均攝取的熱量 好 一天裡面 那我們把它用不同的特性的餐飲來設計 有普通餐 這就是標準餐了 然後可能有人覺得在成長當中 要多吃一點鈣 讓骨骼長得好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增加乳品類的高鈣餐飲 我們也可以以水果為主的高鮮餐飲 或者是以蔬菜為主的高鮮餐飲 然後難免我們會有大魚大肉的時候 所以所有的這五套餐飲都是1600大卡 但是可以有一些調整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要高鈣的時候 牛奶就多喝一杯 那水果呢 高鮮水果的時候我們可以多吃水果 要高鮮蔬菜的時候我們就把蔬菜增加 那大魚大肉的時候我們就把肉類增加 可是當你在增加某一類特別食物的時候 你會發現當你增加奶類 你就要減少什麼 減少同樣是蛋白質裡面的這種豆魚肉蛋類 所以在這個表格裡面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高鮮蔬菜的話蔬菜吃得多 那我們要減少什麼呢 因為蔬菜的熱量供應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它的調整影響是最少的 可是如果是高鮮水果就不一樣了 當你水果吃得多的時候 顴骨跟金類一定要減少 所以這個資料是這樣子的來讓同學看到 食物的各類怎麼樣去滿足熱量跟均衡 這個的表示男性如果熱量高到2200大卡 一樣的分配 其實熱量高的時候 我們所想吃的各類的食物量都會比較多 都可以允許比較多 油脂類也可以高一點 蛋類或者是肉類都可以多吃一點 所以當我們的熱量消耗少 為了維持體重攝取少的時候 我們的食物就會受到限制 所以我們不鼓勵大家少吃 要多動 然後多吃 那我們一再的講這個分量的估計 所以現在給同學一些原則 然後我們要常常的在生活裡面 把它練習起來 第一個 什麼叫一碗 我們總有標準的碗對不對 一碗原則上它的容積 大概是裝300毫升 就容積大概300毫升 裝到280毫升 九分滿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講說一碗飯 實吃的飯是相當於容積280毫升 那一杯就是240 然後一個湯匙15毫升 一個茶匙5毫升 那乳品通常一杯就是240毫升 蔬菜用熟的來量的話 用標準碗它相當於半碗 那水果就是同樣的碗8分滿 肉類這一群比較麻煩 原則上我們就讓各位的隨身工具來用 所以有體型大的手長大 體型小的手長小 等一下會給各位自己來衡量一下 那我們的手長小的可能代表3 就是3兩的肉的量 那1兩肉就是1份 所以手長大的可以一個手長代表5份的肉類 那這樣子呢 千萬就不要一餐把這5份都吃掉了 好 所以講了半天的均準飲食 這裡給各位提供一個均準飲食的範例 那這是一位男士 中年男士 然後他竭力的享受均衡飲食的時候 他的早餐 午餐跟晚餐 他完全就是使用前面的份量的原則 然後他的肉類 你看像黏豆腐 豆干 都是可以用手長來衡量他的份數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的努力 因為他真的是吃五穀米 好 那你看那個魚 也是可以用手長來量他的大小 所以即使是一位中年男士 忙碌於事業開會 他仍然可以得到均衡的飲食 那現在我們食物的種類那麼多 往往到了超市 你所看到的認得出來的食品比較少 你看到的最大的面積的貨價上面的食品 都是我們沒有辦法一眼看穿的 表示有許多的加工調理食品 都是別人幫你做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吃了什麼東西 那在這個部分呢 世界上 國際上一致的共識就是 食品資訊一定要透明化 一定要讓每個消費者 都能夠知道自己吃的是什麼 那這個資訊怎麼傳達呢 就有食品跟營養標示的做法 那首先要跟同學介紹一下 我們的標示的精神 事實上台灣有一個商品標示法 只要是交易型的商品 那都有這樣子的精神 他第九條就說了 這個商品要流通的時候 一定要有標示 那商品的內容要有主要的成分 主要的原料 這些容量等等的標示 商品標示法的精神 是為了要保障生產者跟消費者 他們的商慾還有消費者的權益 是一個雙贏的精神 那我們從食物的這個部分來看 食品的部分來看 其實我們現在的食品的種類來源 非常的複雜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不能夠理出一個 非常完整的架構 那我們把消費性的食品 也就是消費者會買到的食品 分成三大類 一類就是生鮮食品 你一看就知道 蘋果是蘋果 蔬菜是蔬菜 炒過的蔬菜 這個油炸的肉排 那這一類的農漁產品 基本上政府有提供食品營養資料庫 他不會做標示 你要自己去累積這樣的知識 因為所有其他的加工食品 也都會應用這些天然的食材 那第二類是外食餐飲 這是在現在台灣社會 非常的普遍的一種飲食型態 自己不做也不用自己買 那你出去外面想吃什麼就點什麼 所以有連鎖的餐飲 那有所謂的團膳便當 當然也有就是各種小吃的攤販 那這一類的營養標示 他的營養資訊 基本上還是由廠商利用食品成分表 來做計算 可是他不會給你標示 大部分的這一類餐飲 給你的標示非常的少 目前大概便當會有營養的標示 對不對 那如果是外面的餐廳的話 你大概就看不到了 那另外一類最大宗的 也是天天在我們生活裡頭出現最多的 就是加工食品 那在加工食品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知道 我們到底吃進去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要知道 它是什麼樣子的原料做的 那有沒有添加一些非天然的東西 然後它到底有沒有營養成分 它到底是多少的重量 那這一類加工食品 它的標示的管理是由法規來處理 根據法規 所要揭入的食品資訊 大致上來講可以分成四大項 一類就是原料跟材料 到底是什麼東西做的 洋芋片那是馬鈴薯嗎 還是只是馬鈴薯澱粉 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的商品標示法 食品衛生管理法 都要求要有食品原料的標示 然後很重要的是添加物 這在我們的食品衛生管理法 還有食品添加物的一些法規裡面 都有詳細的規範 那比較新的部分是營養標示 過去只談食材添加物 現在消費者的健康意識需要知道 我吃進去的東西到底有沒有營養 是有哪些營養素 到底是高脂還是高蛋白呢 那另外為這個產品負責 所以製造者廠商還有有效期限等等 這些都是必須要揭露的資訊 有法令來規範意思說不做廠商就違法 那這是政府為消費者保障的權利 所以在台灣這麼多次的 食品安全問題之後呢 我們在102年6月 食品衛生管理法又加以修訂 這個衛生管理法呢基本上已經有超過50年以上的歷史了 那這幾年修訂的頻率特別的高 那他其中有一個專章說明食品標示 還有怎麼做廣告 那第二十二條就是很清楚的列出來 一個加工食品的包裝上面容器上面 應該要用中文標明所有這九大項 九大類別的東西 那其中就包括營養標示 其他的項目呢 大概有七八項都是為了保障這個食品的安全品質 好 除了母法之外還有實行細則 比方說要標重量 那我這個是一個混合的食物 那要怎麼標呢 要分開標還是只要種種 所以這裡還會規定 液態的固態的要怎麼樣子的標明 尤其是液態的裡面到底水費有多少 那麼真正的食重的物質有多少 所以要分開固形物也要標示 然後內容物如果是混合的 基本上就要按照食品的性質 最高最低可以把它註明出來 那第四條特別的重要 就是要按照含量的多寡 由高而低依序標示 所以你從食品的原料標示上面 你是可以看出來它的主原料是什麼的 如果廠商不是用這種順序來標示的話 那它就違法了 好 所以這邊可以給各位一個例子 這幾項的規範 你可以看到一般你手邊的產品也是一樣 一定先告訴你這是什麼品名 然後再來最大的篇幅就是告訴你原料 這個標示算是正確的 因為任何飲料它的主原料一定是水 然後底下第二項很可能是糖或者是奶粉 那就看這個食物的特性了 然後添加物也通常會放在食物原料這一欄裡面 那接下來有含量重量保存期限 這些資料都會這樣子的 按照順序那麼把它一一的列出來 這個範例裡面沒有營養標示 但是營養標示的法規在我們最新的食品營養法裡面 食品管理法裡面會看到營養標示是指什麼 要在食品跟容器包裝上面 把食物的營養成分標示出來 我們所吃的到底裡面有什麼 它有什麼含量 那如果有特別的宣稱就是含纖維膏 可以預防便秘這些 那這些宣稱都有法定的規範 所以在去年11月吧 還有今年的8月 其實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示有新的就是修訂 那麼在徵集大家的意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食品營養標示實際上是從民國90年開始實施 97年的時候其實就已經全面實施 所有的加工食品都會有了 那現在在做新的標示呢 基本上就把我們跟健康有關的一些新的營養素 或者是不利健康的一些食品成分 營養素的成分就把它更清楚的列出來 比方說反噬脂肪酸到底是什麼 大家要一個共同的定義 然後共同的檢驗的方法 所以這裡反噬脂肪酸 碳水化合物 什麼是糖呢 單糖 雙糖 總和就叫做糖 那膳食纖維是什麼 還有營養宣稱 所以都有法規很明顯的明確的定義 那這裡是未來如果這個草案通過 會使用的營養標示的一個規格 各位可以看一下 過去我們常用的規格是每100公克或每100毫升 這是現行你們會看到的食品標示 可是消費者就有很多的反應 明明我就不是只喝100毫升 那我就需要再去找另外一個資料 到底這一罐飲料或者是這一包餅乾 究竟多少功克 然後把這個100毫克100毫升的單位 乘上體積重量才是真正的攝取量 所以現在的要求基本上就是要加標每一份 也就是同時要有兩種的單位 那這樣的話消費者就不必 在使用這些標示的時候還要計算一下 你馬上就可以看出來 我吃完這一份喝完這一罐飲料 總共會有多少熱量 那第二種類型是我吃了這麼多 所以到底是滿足我身體的多少比例 或者是是不是超過了我所要健康的標準 所以另外一種標示方式 就是用每份來代表整份包裝的 總營養素跟總熱量 然後同時提供一個參考值的百分比 這個參考值的百分比是一個定值 作為你的參考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這份食物 已經提供了500大卡的熱量 我們熱量的參考值對成人來講是2000大卡 所以500除以2000已經是四分之一的比例了 好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有一些營養素它可以標0 你看所有熱量0所以沒有熱量 真的嗎 那要看我們標準怎麼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熱量是每100公克 每100毫升小於四大卡 脂肪的話是小於0.5克 所以有這些標準之下就可以寫0 那在解讀這種可以標0的這種標示的時候 你要怎麼解讀呢 你要用它的標準來算 也就是說它標0的時候 你最好用每100大卡 每100公克有四大卡來算 這樣才是一個安全的範圍 我看有同學同意我的說法 那除了政府的規範之外 這是大家可能有點熟悉的標示 這是廠商自己自願提供的營養標示 政府沒有規範廠商可以自主的實施 那做法上可以比照政府的規範 標準等等來用 所以這個標示裡面呢 它基本上比照加工食品的做法 把熱量蛋白質油脂還有鈉 碳水化合物都標出來 虛線代表的就是那個參考值 不對 它的虛線代表的是佔參考值 對是參考值的意思 好 那接下來給各位同學一些國外的範例 比方說這是歐盟的範例 那歐盟他們一樣 整個標示要很清楚的說明會出現在哪裡 所以在包裝的背面提供了很多的資訊 包括原料 而且要求列出比例 那另外有些食材少數人會過敏 有人吃到麵包就會過敏 因為有膚質過敏症 有人對花生會過敏 所以這些已經知道的可能很容易製過敏的食品材料 他必須要把它列出來 來保護那些敏感的人 然後底下就有營養標示 各位可以看到在這裡的話有100公克 然後有一份或一餐的量 然後還有就是參考值 好 那包裝的正面呢 消費者一看就看到什麼呢 消費者一看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 這邊是兩個食品的標示 一邊的話是一個steak and kidney pie 他底下五種營養素 他實際上是用圖像的方式來表示 這一份總量 總熱量 總營養素量是多少 然後佔參考值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比例代表的就是參考值的比例 所以每個資料裡面都有 比方說以飽和油脂來看的話 那麼這一人份的飽和油脂量是多少 底下的比例就是這些飽和油脂 全吃下去等於一天的多少百分比 那另外一邊是一個燉牛肉 所以當你看到這樣子的資料的時候 他要幫助消費者什麼 第一個你要檢視到底我吃進去是什麼 第二個可以做比較 到底是這個食物好呢 還是那個食物比較健康呢 你要少油你就有這些資料可以去比對 然後最後你做出 根據這些透明的資訊的選擇 那接下來介紹的是英國的食品營養標示 其實都有類似的通則 要把原料材料添加物都標示出來 英國也是採取就是要標示原料比例的 所以你很清楚可以看到從高到低的 這些主要的有份量的原料 然後有營養標示 英國還有一個包裝正面 他用紅黃綠燈的概念 來讓消費者知道說有沒有風險 越是綠色的標示多的 就表示他是比較沒有疾病風險的 比方說油脂比較低 糖分比較低 熱量也許比較低 那不會有我們現在擔心的高油高糖高鹽的 這些問題 所以可以用紅黃綠的方式來提示消費者 好 我們國家最近有一個 即時鮮食食品標示的作業指引 那這是專門針對我們的外食的食品 各位在超商裡面所看到的 或超市裡面 你竟然買到很多的即時的食品 那麼他的包裝讓這些食品 可以在低溫的地方儲存 可是你吃之前都會加熱 但是又不是那種現場才烹調的這種食物 所以他不適用的範圍是現場烘培 現場調理 所以餐廳的飲食是不用用這種方式來標示的 那生鮮的沒有處理的也不用 所以主要適用的範圍就是 大家可以買了以後 當場就是做一些加熱的動作 然後就要吃下去的 所以他的包裝也不是長期性為儲存用的 那另外還有所謂的散裝 那不管怎麼樣 這一類型的食物 他要求的食品標示 就有上面的這些資料 比方說內容物 重量 食品添加物一定要加進去 廠商的名稱 那另外在有些廠商會再加上營養標示 好 所以標示是由政府保障設定的一個環境 讓廠商可以把這個食品的資訊 更完整更準確的提供給消費者 這是廠商的責任 他們有標示的責任 不標就加以違法 但是標了以後又怎麼樣呢 消費者其實是由檢視標示的責任 他也是你的權利 消費者千萬不要棄權 那意思就是說食品安全 其實消費者是有責任的 不要只是認定廠商的責任 只有要求廠商 當我們要求消費者自己的時候 廠商就會回應我們的要求 那今天有關標示的部分 我就介紹到這裡 為什麼 呢 每個工人都要去評判 誤定了 你可以跟我們交給你 工作人員 你知道嗎 來不關於 好像有確証的 那一塊工人 採証的 沒有 採証的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